北约这次演习不简单 枪口不止对准 俄罗斯 中国和法国也是威慑的对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号称北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军事演习已经召开 北约演习通常来看我们都认为它针对的目标是俄罗斯 恰好现在正是乌克兰反攻的初期阶段 北约召开演习威慑俄罗斯牵制俄军力量合情合理 但这次演习的威慑目标其实还不仅仅是俄罗斯 还包括了中国和法国 美国这次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北约这次军演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点 第一 美国退局二线 北约声称这次演习是由德国主导 但怎么个主导法呢 我看了一下外媒的报道 通篇只提到了演习主要在德国的领土内召开的这一条 演习在哪国领土召开就由哪国主导吗 这个理由在美国领导的北约显然是不成立的 尤其是我一看到这次军演的兵力占比 更加确认这事有猫腻 资料显示 北约这次演习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1万名士兵 250架飞机参与 其中美国空军有110架飞机参与 其他北约国家出动80架飞机 非北约的国际伙伴国家出动了60架飞机 显而易见 美国出动的飞机占据绝对的多数 这足以证明这次演习的实际主导者 有却只有美国这一家 那为什么北约声称主导者是德国呢 很简单 敲山震虎嘛 而这只虎就是法国 自马克龙访华后 欧洲就开始了继续对美国军事依赖 和寻求欧洲战略自主 这两种思潮的激烈对抗 尤其是在俄罗斯真实实力 通过俄乌战场 现原型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思考 是否真的有必要靠美国 靠北约来保护自己 这股思潮的引领者 显然就是法国 而在欧洲能够制衡法国的 也就只有德国了 所以这次美国将德国推到前台 自己推去二线 其目的就是扶持德国 打压法国 让欧洲继续与自己绑定 第二 日本首次参与 这次演习是日本第一次 作为非北约国家 参与北约的军事演习 蕴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即北约入亚 其实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 跟北约扯上关系 近期还有北约要在日本设立办事处的新闻 闹得沸沸扬扬 以至于马克龙亲自下场表示反对 这背后透露的信息有两个 一是一旦北约直接下场跟俄罗斯开战 不仅会有欧洲的北约盟国 在西侧发起近空 东侧的日本也不会置身事外 肯定会从东北亚方向对俄罗斯发起攻击 趁乱夺回南千岛群岛 二是让日本多家参与北约事务 让北约在亚洲的扩张 为日本以后正式加入北约机制 做一个铺垫 正是因为以上两个特殊之处 我们才说北约这次的演习不简单 是同时威慑俄罗斯中国和法国 那么这个威慑有没有用呢 俄罗斯方面暂且不谈 美国要扶持德国敲打法国 或者铺垫日本入约 这算盘必然会打空 对于前者 德国本身也不是立场坚定的雍美国家 它也是有一定战略自主想法的 尤其是一年俄乌冲突 吃了这么大亏的情况下 当俄罗斯暴露其虚弱的事实 欧洲走上战略自主 那就是必然的 既然欧洲必然会寻求战略自主 那北约又有何存在的必要呢 再进一步 北约没了存在的意义 日本入约就更是痴心妄想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